中国女排负一大力后,郎平用八个字评价李盈宁的表现,中国女排最近的两场比赛,本号的预测堪称深准,打日本女排前,本号预测中国女排将依靠篮网取胜,完胜日本后,本号没有跟球迷们一起狂欢,而是清醒地指出,中国女排的二传荒愈演愈烈,事实证明,打日本时,中日扣球得分为36比45。 发球得分为1比3,事物送分为24点10分,中国对其他所有的得分手段全部落后,只有篮网获得12比0的巨大优势,而昨晚在1比3付于意大利对后,再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媒体一传,媒体对方速度太快,而仅仅说到我们的传接配合要加强,怎么样发挥出朱婷的最大效率, 回去要好好总结,本场比赛,中国女排除了杨涵玉外,其他13名队员全部上场,在主攻线上,中国女排分别尝试了朱婷,段放,朱婷,李盈莹,刘晓彤,李盈莹组合后,实践证明,还是朱婷,刘晓彤组合最靠谱, 中国对赢下的第三局的阵容是,朱婷,刘晓彤,姚迪,杨芳旭,严妮,胡明远与双自由人,朱婷从一上场看神态,就知道不在状态,本场37次扣球拿到11分,扣球成功率29.7%,李盈莹在第一局与第四局替补上场, 第三局首发上场,14次扣球得3分,成功率21.4%,刘晓彤15扣2中,成功率13.3%,断放7扣1中,成功率1,4.3%,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朗导居然承认意大利对的18号,埃格鲁我们释放不到,记者们问了朗导两个问题,一个问道,想要问您,怎么评价今天晚上李盈莹的表现, 该记者怕朗导没听清,特意强调了一下,李盈莹,12号,说明媒体对李盈莹还是相当关注,朗导并没有凑近话筒,说了八个字,他发挥了自己的水平,话音刚落,立即出了两个花絮,一个是意大利主教练,以为,是问他们对的12号,于是表示猛逼的样子,我们对里没有李盈莹啊,12号不叫李盈莹啊,朗导肯定留心眼了, 好,他没研究过李盈莹,下次打意大利上李盈莹,另外就是香港的主持人,加翻译总是自己加戏,他将朗导这九个字翻译了一大串,什么普通的发挥,没别的评价云云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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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